大年初三 內湖樂國公園 整排櫻花盛開 雖然天候不佳 但還是有民眾一早冒雨撐傘 來看櫻花 有小鳥在採花了 很過癮 起著大早 有意外的收穫 不錯 另外在宜蘭太平山 一度出現一度低溫 同樣下著雨 整片雾蒙蒙 不少遊客穿著雨衣 全身包緊緊 把握架起 來燙小火車之旅 小心喔 不要踩空喔 大年初三 寒流發威 全台各地氣溫降低 上午最低溫落在桃園 基隆以及新竹 都是九度以下 氣象局預估初三晚間 到初四的清晨 是這波寒流最強的時間點 台南 伊北 宜蘭以及花蓮 最低溫剩下七 八度 高平和台東地區 最高溫也只有十三度 沿海空曠地帶 或是靠近山區平地 甚至只剩下五度低溫 水氣上來講 是比較偏多的狀況 包括現在在北部 跟東方部地區 甚至到恆春半島 整天都會有些不定時 一些降雨進行出現 不過這個水氣上來講 會逐漸的減少 氣象局預測 北部宜蘭地區 兩千公尺以上高山 以及中部 東部 三千公尺以上高山 有望降雪 這波寒流預計影響到 大年初五 各地回溫 但是短短一天 初六預估將會有強烈 大陸冷氣團南下 一路影響到下週日 這一波冷空氣來講的話 目前是以強烈大陸冷氣團 甚至是不凡除 是有接近到寒流的一個程度 台南 伊北跟東北部的地溫 上次落在十到十一度左右 春節連假冷空氣一波 接著一波氣溫雪崩勢下跌 提醒民眾務必加強暴暖 記者張宥慈 翁家瑜 台北 相互報導